垃圾清理车要去工作了 出发吧 垃圾清理车正在路上行驶 到了 准备开始清理垃圾桶了 放下夹子 夹住垃圾桶 升起来 把垃圾倒进厂箱里 跑拉 放好垃圾桶 收起夹子 清理完一个咯 再去清理下一个吧 路过维修垫 左转 到了 开始准备清理 放下夹子 这次要清理蓝色垃圾桶 升起来吧 糟糕 夹子断了 这该怎么办呢 让装载车去帮忙吧 OK 出发 经过洗车 经过洗车垫 到啦 先把垃圾桶扶正 再把垃圾都捡回垃圾桶里 装车载载载的 装载载载载载载 做得太棒了 还有夹子哦 那 就把夹子捡起来 然后 判接回去 再过来夹住垃圾桶 抬起来 放到夹子上 再把垃圾倒进车厢里 好了 最后放好垃圾桶 收起夹子 垃圾清理车的任务完成了 出发回去吧 谢谢装载车 装载车也可以回去了 装载车回来了 倒车进入停车厂 装载车今天表现得太棒了 小朋友们 收割机正在农田里 认真工作呢 哦 收割机好像出现问题了 糟糕 他的车轮子坏掉了 这该怎么办呀 没有关系 我们有吊车 让吊车出去帮助收割机 还有平板运输车也要去帮忙哦 出发吧 吊车和平板运输车都在路上了 哦 你们看 他们来到农场了 吊车准备 先倒车到收割机旁边 再升起钓壁 旋转到收割机上空 放下钓钩 把收割机吊起来 哇 收割机在空中转起来了 把收割机放下来吧 好了 吊车的任务完成了 谢谢你吊车 把收割机送到维修站吧 开始倒车 转弯 我们回去维修站咯 经过十字路口 吊车回到车棚这里了 开始倒车 还要在车棚里停好 吊车今天的表现 真是太棒了 平板运输车 回到维修站咯 赶紧让收割机 开始去维修吧 收割机 开到维修台上面来 把收割机升起来 先用机械壁 把螺丝拧下来 拧下来啦 再把轮胎 再把轮胎卸下来 我来挑选一个新轮胎 就这个吧 把新的轮胎安装上去 安装完成 把收割机降下来 把收割机降下来 新轮子没有问题 再往前后开一开 测试一下 一切正常 好 收割机可以离开啦 小朋友们 收割机又要去农田里工作啦 早上好呀 小朋友们 现在收割机要出去工作啦 哦 收割机开错路了 倒车调整方向 小心啊 收割机 后边有一棵树呢 不好 收割机把树撞倒啦 这该怎么办呀 不用担心 小伙伴们来帮你 植树车出发 植树车要到林地里 去挖一棵树 看来到林地咯 开始倒车 要把这棵树挖起来 放到车上 赶紧回去吧 这是挖掘机 它也要去帮忙 它要把这棵树挖下的树移走 扣起来 移走吧 你们看 植树撞回来啦 停在这里 挖掘机过来喽 它要在这里挖一个泥坑 泥坑挖好了 植树车来把树木种下去 倒车 把树木种在泥坑里 种好了 植树车任务完成 谢谢你植树车 你可以回去了 拜拜 拜拜 中完树还要浇水 出发吧 撒水车 撒水车到了 开始浇水 开始浇水咯 好了 浇水完成 浇水车真是棒棒的 收割机 收割机过来看一眼 哇 你们看 树木种好了 收割机可以出发去工作了 再见 小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